之前 Grock 在發表第四代模型的時候 那時候就曾經有預告過 之後會再推出 影片生成的功能 而且是非常的強大 那前幾天 Grock 4 終於把這個影片生成功能放出來 而且目前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大家就趁現在趕快去試用看看 往下就來教大家這個功能要怎麼使用吧 Go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用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 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 就有一對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講得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不知道大家都是用什麼AI模型在生成影片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先跟我分享喔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介紹的就是Grocker 4呢 之前在發表會的時候其實就曾經預告過 之後不久的將來就會推出影片生成的功能 給大家開放去做使用 那前幾天呢也終於 開放了這個影片生成的功能 但是呢好像不少人呢只看到消息呢就急著趕快去找這個功能到底在哪裡 目前呢沒有在網頁版上面 只有在App上面開放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Grocker這個影片生成的部分呢 他是怎麼去做生成 在App上面呢要怎麼去做使用 產生出來的影片效果又怎麼樣呢 往下我們就來生成一些範例 給大家看看吧 這幾天呢應該有些人已經有看到 Grocker有開放影片生成這個功能了 如果你看到這個資訊的時候 先不要急著到網頁版去找這個功能 因為呢目前在網頁版上面呢 是還沒有開放影片生成這個功能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的話呢 目前只有在App上可以使用 那App的部分呢不論是iOS 或者Android都有開放可以直接做使用 那可以使用的帳號呢 只要是免費帳號就可以使用了 目前的這個真的是蠻佛的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測試影片生成的功能的話 趁最近開放他還是在免費帳號就可以用的情況下 就趕快去試用看看 之後呢也不見得就是會一直維持免費啦 我猜可能有一天還是會回歸到付費帳號才可以使用 然後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如果你想要使用的話呢 你可以先到你的iOS 或是Android的手機上面呢 去打開你的App Store 然後搜尋到Glock 然後進行下載 如果你已經有下載過的話 記得要去更新一下最新的版本 確認一下你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然後再來做使用 安裝完畢或是更新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打開Glock來看看 進到Glock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介面上可以看到兩個部分 第一個呢是建立影片在左下角這邊就會看到有個建立影片的這個功能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右上角這個功能 Image這個功能 這個呢主要是把 圖像生成的部分呢 不論是生成圖片 或是生成影片的部分呢 都把它獨立到這個功能裡面來 那這邊圖片呢 他已經有既有生成的一些範例 可以讓你直接去做使用 或者呢你可以自己在下面自己輸入想要的文字指令 然後再重新產生圖片也可以 那我這邊先點擊一個 他既有的圖片 然後來給大家做一個範例看看 好比如說我們點 這一個 女生的這個 卡通的圖像 點擊之後呢在右下角你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功能叫做製作影片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點擊這個功能 他的影片的部分呢他有分成制定 火辣 樂趣 還有正常模式 制定的話呢就是你可以自己輸入你想要的這個指令進去 那其他的部分呢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不同的指令呢產出的這個影片的風格也會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來試一下火辣這個風格 給大家看一下產出的結果 他這個產出的結果呢跟Google的View3一樣 他是有包含聲音在裡面的 這部分呢我覺得蠻厲害的 火辣這個風格好像沒有什麼 他就是腳一直動 然後座位在移動的感覺 好我們來重做一個看看 生成一個樂趣的 這個影片生成速度呢其實蠻快的 每次重做這個6秒的時間呢 大概只要不到1分鐘的時間他就做完了 像這個是選擇樂趣後生成的結果 就是比較 夸張 浮誇一點的感覺 最後呢我們再生成一下正常的部分 這個呢就是正常的部分 就比較動漫風格的感覺了 然後最後呢看了一眼夕陽那個方向 那大家看到這個電腦畫面上的畫質呢 會稍微差一點 因為這是我透過無線投影到電腦上面的畫面 實際上這個畫質呢比你看到了在好上不少 接下來呢我們來自己產生一張圖片來試試看 好圖片生成的速度呢也非常非常的快 相較於其他AI服務呢我覺得Glock應該是目前用下來圖片生成 可以算是排進前三名快速度的吧 然後在Image這邊生成圖片呢 他不一定只會生成一張圖片 像我剛剛這樣一個指令他就給我12345678 9011121314154618 1920212 一共222324我繼續往下拉 還繼續有新的圖片出來所以呢 這個生成速度不是只有快 而且他給我的樣本呢還蠻多的 我們就隨便選擇一個樣本 我們來生成圖片看看 這次生成圖片呢我們要選擇自訂就好 然後送出指令給他 這次產生完的影片呢 我們不要透過無線投影來播放 我們直接播放一下 原始的影片 的解析度到底如何 我畫紙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那指令的部分呢 大致上也有按照我說的去生成 原則上我覺得生成影片的部分 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順便說明一下呢 你生成過影片的這個圖片呢 你往下拉 你會看到呢 比如說像我剛剛這個女生的圖片呢 是有生成過影片的 他就會自己加入一個 愛心加上去 然後左下角可以看到 有一個 三角形的這個播放圖示 這就代表了這張圖片 我已經有生成過影片了 那如果沒有生成過呢 就會像右邊這個圖片一樣 有一個右下角有一個加 影片的這個圖示 比如說我們再來試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沙漏這個製作影片這應該是直接會從上面掉沙下來吧 我們來試試看 正常的製作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呢製作出來的成果跟想像的差不多就是上面會慢慢的把沙漏下來 真的就是一個沙漏的概念 最後呢你自己製作完的圖片或是有加入最愛的這個圖片呢 在左下角 點擊之後呢 他就會跳到所有你已經有製作過的這個圖片 或是影片的內容 那你就可以進來之後再去重新下指令編輯 或者是呢再產生不同類型的風格 Grocker的這個影片生成的功能呢 跟其他家的比較不太一樣 他呢是要求你是先生成圖片之後 再將圖片生成為影片 那其他的AI影音生成服務呢 大多呢都是可以直接生成影片 那Grocker裡面呢他就是先生成某張圖片之後 然後呢你進到裡面之後呢再去點擊製作影片 那預設呢就是有三個不同的風格 那你就選擇 或者是呢點擊自訂自己輸入這個指令的部分 那指令的部分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論你是要生成圖片 或者是生成影片 目前呢我自己測試下來 用英文的這個精準度 或者是品質會比較高一點 用中文呢他其實會幫你自動轉為英文 但我覺得呢轉為英文之後呢沒有你自己 直接下英文的指令來的好 這部分呢大家也可以去再測試看看 也有可能是這個功能剛開放而已啦 那之後可能過一甚至就會調整得非常好了 就趁現在呢還是免費開放的情況下呢 大家呢就趕快去用力的生成看看吧 看完上面的介紹之後呢 大家都想要用Gronk這個App來生成什麼樣的影片內容呢 今天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分享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知道更多AI相關教學 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阿湯下次見 掰掰